我真是你骗了 你干吗 狂虎 你以为我怕你 出去打气打气 老家我怕过谁 哪是呀 你做了缺德事 你想让我放过你 没玩儿 你要敢不娶我 闺女们让你命 你信不信 妈呀 好啊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 你快 你先到里边来 你 不要吗 不是要我命吗 来吧 要我命啊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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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妈你别管 咱不能被人欺负了 你不是要砍我吗 来啊 你要不砍我瞧不起你今天 你 你害了我闺女 你瞧瞧我闺女 你踢了孔子不能让你 小哥你可以不认这个孩子 但是你不能毁了我下半辈子呀 你毁了我闺女一辈子 你 你 他妈今天拼了你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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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把刀放上 好 对 我 你 你 现在 你 你赶快带着你女儿走 你不怕丢人哪 我怕 你不要这张脸哪 我还要这张老脸哪 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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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 快点 妈再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没命了 连他不要了 还要命干啥呀 过活儿耍二杆子 让他耍 他还能老饭天不着 妈 咱回家吧 咱不闹了行不行 要回你回 我走 妈 让他一下子就走 没那么便宜 还我还不信了 他真敢杀人不成 妈 到最后别再 行了 你也知道 你妈屋里还缴三分呢 这回让我逮着你了 我轻饶不了他我 妈 做错事的人是他 他又敢不娶你 我告诉你我跟他没玩我 你就不怕他把我杀了呀 杀了你 这么着 他要是硬 那咱就软 他要是软 那咱就硬 跟他打吃酒斋 你看 累死我了 月婶 今天玩都开心吗 开心 那 咱们是不是应该 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干妈会报一声 顺便打着 我去 不要 我去 躺着吧 喂 妈 我小鹅 我跟你汇报一下 我跟刘文柱玩得可好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 吃得也挺好的 然后景也挺好的 反正什么都挺好的 你们放心吧 小鹅 妈 妈 你怎么哭了 你小哥他 我小哥怎么了 你快说呀 小王 咱家出大事了 老公主任起来 等完了 媳妇 你快快快睡吧 睡什么呀 出事了 男小哥出事了 小哥出事了 撞车了 你会不会说话呀 不是 你说出事了 我就以为 艾红怀孕了 还打胎了 睡觉 这 这事 别想干了 有啥关系呀 你知道什么呀 他赖崽小哥头上了 说是崽小哥的孩子 啥 这艾红的要不要脸呢 对他不要 媳妇啊 我早就跟你说 那艾红不是什么好脸 让你少跟他接触 离他远点 你非不听 完还让他装小哥女朋友 这样好了吧 出事了 哎呦 我哪知道会这样啊 人家艾红娘俩 现在就上咱家来闹来了 还赖咱家不走了 把咱爸都给弃住院了 那 那咱爸现在咋样了 咱爸说还行 没什么大事 这个艾红 看我怎么收拾他 起来 收拾东西 回家 走 回家 谢谢 母亲 契红 什么事啊 我爸 他住院了 又真的 严重吗 还好 都是被艾红和他妈气的 他们赖在我们家怎么都不肯走 那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你尽管叫我 我就是 怕我小哥他撑不住 他会垮掉的 蓝星姐 我今天来找你 我就是想求求你 跟我小哥他谈一谈吧 他真的太可怜了 我知道了 你赶紧去上学吧 别迟到了 乖 乖 乖 别太难受了 小强 来 月月 咱们走了 一会儿迟到了 任队 我想跟你请个假 你找我就没好事 遇到麻烦了吗 有点 有点 麻烦大了吧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跟工作无关 无关 我说出这么大的事 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事 无关 我看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你说你和蓝芯谈恋爱 是不是 这对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事 这怎么现在又冒出了个什么 爱红 听说还怀了你的孩子 还上你们家闹了个天翻地覆的 我没说错吗 你们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其莫为呀 我那是被冤枉的 你这冤不冤枉这个事啊 我管不了 那是法院的事 你上法院喊怨 我不是给你上个剩下的 我发现你这个人品有问题啊 你这么干 你这不是媚着良心的吗 我干什么了我媚着良心 我什么我都没干 你这么对待这个蓝芯 你还理直气壮了啊 我告诉你啊 那天在饭店吃饭 我就坐在那儿 你没看见我吧 但是我看见你了 我不光看见你俩吃饭 我还看见你给那个女的手表 你敢说没有这个事 我懒得跟你解释 这是我跟蓝芯的事 你跟蓝芯的事 你俩是我的职工 我能管吗 再说了 你这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生活作风你懂吗 我更应该管了 你别拿我这个队长 不当回事啊 林队 我不是把你不当回事 别别别别 你别给我解释啊 我这个事啊 你去跟蓝芯解释去 你这找他解释去 给他人一个人 你给人感情 姑娘 你是来找我解释的吗 相信我 我没背叛你 我相信呢 是爱红头无理取闹 他们到底要干吗呀 我不知道 葫芦 我们以前 任何困难的时候 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真的 我现在也没有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你是爱我的 我怎么对你 你也是知道的吧 我相信你 可是现在 我相不相信你没有用 你没有看见他们那天 拉着你的样子 他们说的每句话 好像都是真的 哥谁谁都信了 而且他们一出一出的 没完没了 那他们讹上你了 怎么办呀 胡子 我该怎么办 如果把我换成你 你会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道 当时我在医院 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傻了 我要知道 这件事情会这样 我当初就不该救他 可是你当初救他 是 我救他了 我为什么救他 我他妈为什么救他 我当初不救他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也不会伤害你 不会 我心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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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有点折腾不动 我心疼你